曲姐给这个澳大利亚的网友呢,发了这么一个帖子 这个帖子呢,是转载了别人的帖子 这帖子这么说的 说我曾经啊,为无数次的为那些来找我咨询命理的园主呢,感到悲哀 有太多本该是光芒万丈的人呢,却被强行拉入了谷底 回首时呢,是一张熟悉的血亲面孔 用一种纯真而又贪婪的目光望着自己 孩子,你有出息了,我也该享福了 然后曲姐呢,就把这句话啊,用红线标出来 就跟她说啊,这就是我当年啊,拼命拉住了你,拽住了你 不许你回头,找你父母,找你那个白眼狼的弟弟 这就是我不让你们重新回到他们三口之家的这个原因 因为呢,我就想让你啊,让他们的 想让你回报他们的这个妄想落空 然后呢,曲姐又把这句话又标出来了 曲姐说啊,那些啊,从来没有获得过成功的家长们 总是很乐意在孩子们的身上复制他们的失败 然后曲姐就跟这个网友说呢,说你父母一定会在你弟弟身上复制他们的失败的 你父母这种农民呢,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能力 说帮着你们弟弟跨越一个阶层 这就是我当年啊,死拉着你不要你回头的用意 就让他们三条毒虫养蛊 就看啊,怎么养蛊啊,就自相残杀 最后胜出的那是最毒的那条虫 这就是我姐姐跟她说的啊 她说对啊,这是肯定的啊 这个,这个但是呢,这个她的这个弟弟呢 就上了大学之后就不怎么找他们了啊 你放了假宁愿住同学家里都不想回家 然后这个他们呢,就是 反正就是死活都不肯去她父母那了啊 这个上了大学就离她父母远远的 我说呢,这个你别看现在啊 你弟弟和你这父母还没有太大的矛盾 等到你弟弟啊,在这个城市里没办法站稳脚跟 靠他自己的这个工资,他一辈子买不起房 买不起首付 而你这个啊,你你爹赚钱呢 上去工厂打工赚的钱啊又很有限啊 攒不出首付来,那他们三口这矛盾肯定就要计划了 到时候啊,这个啊,你这个弟弟呢 是在城市里留不下啊,这个 你这个父母呢,想要这个什么血包啊 两个血包,人肉沙旦啊,来供血啊 两个停换机,你和你妹妹两个停换机 哎,都已经那个气他们如臂机啊 逃之夭夭了 那那个时候,他们啊,这个矛盾还要大 你别看现在啊,就是你的亲戚们啊 还好像附和他们说几句好听的话 真的你父母特别年老体衰的时候 那你这个亲戚就会反过来笑话他们 笑话他们无能啊,笑话他们废物啊 连自己的孩子都控制不住啊 两个这个停换机都跑了 真的,真的,你别看啊 就是当时啊,你亲戚们啊 在你们小的时候,在你和你妹妹小的时候 都站在你父母那边啊 包括他的这个表哥啊,表嫂 哎,都是站在他父母那边说什么 哎呀,你不能不离父母啊 其实啊,就是他们自动的要带入他父母 他们的父母 要帮着啊,这个亲戚拉住这两个停换机 我说啊,别看你们还不够强大的时候 你的亲戚们占你父母 那时候呢,他们带入了他们自己啊 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育儿成果 下宰,下孩子,下宰子的这个 打了水漂,怎么也付出一点成本的是吧 一样呢,你的父母真的是年老体帅 真的是成垃圾老太婆垃圾老头了 没人要的时候,你的亲戚们又会啊 落井下石了,这就是人性 他说对啊,这就是啊 他们呢,只占强势方 这个网友说,他们只占强势方 这就任性 永远都是 败高采低 永远都是 起软拍影 永远都是目强令弱 而且他们每次站的都站的非常 对的那边 强的那边 因为什么呢 站强的那边不用为弱的那边付出成本 如果站弱的话,那你就要帮助弱的 帮助弱的是需要自己付出很大成本的 而站强的那边不需要付出成本了 这多容易啊 然后呢,学友对他说啊 刚才呢,我又分析到了我死建的死田房 就恶狠狠的认定我对他们的啊 宝贝儿子心怀恶意 甚至啊,故意用一种同仇敌憾 歇斯底里的夸张姿态 恶狠的责骂惩罚我 我就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儿子啊 要对他们儿子心怀恶意 因为他们那么大的人了啊 他们能看不出我当时也是 也还是一个孩子 能对他们的小小子能有多大的恶意吗 没人交往 没有一个人来交往 他们当然知道 而且知道我本性是非常善良 非常老实的一个人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因为他们要故意制造一个 伤害他们宝贝儿子的敌人 共同的敌人 用打击共同敌人的过程 来体会和体会 他们胸中那胸有澎湃的 对儿子的那种 类似于性高潮一样的热爱和激情 类似于性高潮一样的保护欲 这种情怀呢 也类似于流氓无产者的爱国主义 通过打击我这个共同敌人的方式 来获得他们自己强烈的自我价值感 价值感存在感 那就是我们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传家宝 我们守护了让我们 共同的价值能够延续的 我们也献着迫害共同的敌人 来修补了我们自己破破烂的婚姻关系 随随随随对他说 如果当时能够投靠别的家庭 远离他们 他们早就狗咬狗离婚了 就是因为我的存在 他们才把一开始就算结束的婚姻 维持了那么多年 我说那你看啊 这人性经得起扒皮吗 人性是最无法直视的了 内里面的黑暗的足以吞噬你 但是你必须得直视 你只有直视他 你才能够让你自己 不被黑暗所吞噬 因为直视他你才能清醒 你才能获得振奋的力量 不让黑暗在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 把你拖入水中淹死你 缺解决其实就是暗指他这种抑郁症 就是他一直没有好好直视一下 这些人心人性 他一直找不到就是自己莫名其妙的 就不舒服 不爽没有动力 是为了什么 所以你必须得直视他 你别在这些稀里糊的 就天天睡大觉了 睡那个白猫叫 我说呢你看我 我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啊 就是这种生活的活力 我是有活性的 我这个每个细胞我都是有活性的 你看我经历的这个苦难呢 经历的迫害比你严重太多呗 毕竟你父母呢是亲生父母 我父母那基本上都是后跌后吗 我说但是呢因为呢 我就是因为能够用我自己的文化功底 用我对人的这种体悟啊 来看得清别人 所以呢我才不会让这个情绪来控制我 当你没有足够的文化功底的时候 你对别人当时的心理就最真实的心理想法心态啊 你是无法准确感知的 说你对别人这种心态 内心里最隐秘的黑暗感知的越准确 甚至是精准的 分离不差的 毫离不差的 你就不会让情绪牵着你的鼻子走 因为你有足够的文化功底来支撑你 这就是缺姐啊 一直在推这个女网友 说你一定要读书 你不读书你是没有这样的底气 你没有这样的文化功底的 你看你自学啊 你能自学到东西非常少 你还是得经过一个系统的教育 你掌握了一个认知的方法 一种思考的逻辑 这样你才能够 说站在更高的位置上 更理性的位置上 来看待过去的 来看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包括缺姐永远的都是自暴痛减啊 从来都不会不避讳 为什么缺姐这么勇敢呢 难道缺姐不知道有些落井下石的网友中 这种啊 这种垃圾人很多吗 缺姐当然知道 为什么不怕 因为缺姐有这样足够的强大的自信 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 来直创自己 别人积不垮缺姐 所以说呢 你们一定要 就学姐也封全广大的网友们 你们呢 如果说生活中 过去的经历中啊 有了什么险 看到了黑暗的世界 也不要怕 就是直视 我学姐特别不同意这句话 什么你当你直视深渊 凝视深渊 深渊也凝视着你 当你这个屠龙少年 终究变成了恶魔 不是的 真不是这么简单 当你有足够强大的 你对生命的热爱 你对生活的热爱 你有足够强大的文化功底 来支撑你的时候 你本性是善良的 这是最起码的 你是不可能就 就变成了恶魔 什么你就 你也凝视着深渊 深渊凝视着你 哎呦 说的真容易 那人不都成了 被自己的这种 原始动物本能 或者说自己的 出床设置 所左右的这种 什么呀 就是这种 一直活在 本我状态中 你最起码 你得活着超我一点 当你有足够强大的 文化功底的时候 你是能够活出超我来的 你不会那么心意的 就被黑暗所吞噬 然后变成黑暗的一部分 那缺姐仍然认为自己是光明的一部分 而且呢 缺姐不怕黑暗 又来袭击 说几说 都觉得小汉小儿坑 如果说 因此有人啊 就是这种恶毒的傻逼啊 来攻击缺姐 落井沙石 那缺姐呢 正正下滑 这还把自己的黑能量 还没有被缺姐自己消化啊 多过自己的 这个超我 消化完善的啊 没有消化掉的 没有变成粪便的 这部分的黑能量 那就 发泄到这种傻逼头上啊 这多舒服啊 这多爽啊 这就是缺姐啊 消化黑能量的方式之一嘛 是不是 这缺姐啊 给大家就是出了个招 怎么样消化自己内心的 这些黑能量 这种的消化 怎样不让自己变成抑郁 就绝绝就 一直在拉着 这个澳大利亚的 这个女网友 说你不要抑郁 这天天为什么 要让抑郁去 来控制你呢 他今天啊 他居然跑到诊所去 他们澳大利亚的诊所 在青天好像也是开门的 开了那么一大堆药 叫佛西厅 我还查一查 这佛西厅的这个 药物副作用啊 还挺厉害 还有什么这个 失眠呢 食欲不振呢 性功能下降啊 性功能下降 这也不行啊 这个这个 你要是 学会享受的 就是你取悦自己 你通过性成回 通过食物也好 食色性也嘛 对吧 就这两样 你能获得你的 就是这种快乐的能量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种能力啊 当你丧失了这种 或许快乐的 最起码的两样啊 这种原动力的话 那你说你活着 有什么劲呢 你怎么能让抑郁症来控制自己呢 那其实也就不抑郁 而且学姐还越活越爽 越活越顽强啊 这就是一种牛逼的能力 这是一种生存能力 按照 那个 我觉得 就 我 我 做 都